機車行駛高城市區民生路專用道上 高速狂飆 根據時速表疑似已經超速了 連續超車後右轉中滑路 立刻遭到後方機車追撞 右轉騎士在地上翻滾滑行 發出慘叫聲 手摔到骨折 執行追撞騎士則是正面著地 好險有安全帽擋住 不然可就毀容了 需要減速的還有大辽區這個路口 二三十台機車停等紅燈 但偏偏這位老兄似乎趕時間 轉綠燈前兩秒就搶先衝出去 左邊方向另一台機車搶黃燈 高速攔腰撞上 兩名騎士噴飛十米重摔 痛到爬不起來 民眾嚇了一跳趕緊幫忙報警叫救護車 多處擦傷 經送醫救治後 經無大礙 雙方九車子經為0.00好客 兩起車禍都是發生在上下班時間 警方提醒民眾 轉彎就算打了方向燈 也要注意後方車輛 停到紅燈也不要搶快 一面發生意外摔得滿身傷 藉由松貝晨王書宏高雄報導